日本人對俄羅斯本來就沒有什麼特別好的印象 但是對中國這近五年來所有的民調都顯示 日本現在國民對中國的印象一直在下降 在走向這個差的方向 那麼這次朝鮮的事情如果按照現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說如果中國會和日本估計 中國和俄羅斯都會反對這個制裁就是加強制裁朝鮮的 這麼一個日美提出的這麼一個建議 就是禁止對朝鮮求口石油這樣的一個措施 那麼如果中國在堅持這種情況 我相信會引起日本很多的國民繼續對中國的印象變壞 而且事實上在最近東日本的街頭上 仇恨朝鮮和仇恨中國的這種言論和動作都已經增加了